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复仇爽剧,模范出租车,第三集,上集讲到猪头和华子,遭到了应有的报应,白姐给稻奇,抛出了橄榄枝,希望她加入自己的团队。 娜娜在看隧道监控视频的时候,发现了道琪的车没有驶入隧道的信息,于是去出租车公司查询,结果正好遇见了道琪,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新的事情发展。 检察官娜娜来到出租车公司,试图寻找那样靠变装眼人耳目绑走阿狗的车,结果,娜娜因为着急打听出租车的消息没有停好自己的车,挡了路,正好碰见了较真的道琪。 道琪,只是让她把车停好,然后再认真道歉,她会把娜娜想知道的事情告诉她,娜娜天生的暴脾气,怎么会忍受? 两人一阵争吵,老张听到消息,急忙赶出来,这时,娜娜才发现,原来老张就是老板。 两人在办公室坐下,娜娜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,称,监控中的车,是出租车公司的,车主是姥姥张。 老张直言,那是自己的父亲,但是她并不知道这辆车的存在,娜娜顺势开始问老老张的下落,她把老张脸上的难为情,理解成有什么蹊跷,问得更加起劲了。 出租车公司老板老张,正在参加采访,采访中她提到自己的父母,在多年之前,被一个杀人魔阿哲杀害,她也曾经一度崩溃到,想要亲手为父母报仇。 不过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,老张已经放下了血海深仇,决定鼓起勇气原谅阿哲。 此时,白杰也正在看这段采访,对于老张的一番话,她非常佩服。 当然,佩服的不是老张的杜亮,而是老张的演技,他们私下里经常打交道,对于这个男人身上的仇恨她比谁都清楚。 娜娜回到检察厅,又被领导痛骂了一顿,告诉她老张的父母被人杀害后,专门成立了青鸟财团去帮助受害者。 她竟然去揭开人家的伤疤,多少有些不懂事了,还特地强调她不准再插手阿狗的案子了。 被痛骂的娜娜,回到办公室,看着老张之前的视频,心生愧疚,在之后老张组织的志愿者活动时,娜娜都会去帮忙,表达自己的歉意。 愧疚后,还表达了敬佩,如果她遇见这种事情,绝对不对原谅仇人的,老张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,我也不会原谅她的。 看见娜娜一阵惊讶,老张又称自己是开玩笑的,用温柔的笑意,演示了这段真话和心中的杀意。 阴差阳错之际,娜娜又跟着道琪和高恩去参加志愿者活动,路上她不断找话题,想拉近几个人的关系,不至于那么尴尬。 结果,道琪和高恩,根本不想搭理她,比想象中还尴尬。 晚上,高恩和道琪在天台吃饭,高恩有说有笑地和道琪聊天,似乎对她颇有好感。 道琪虽然是冷冷的样子,但可以看出来,她对高恩不讨厌,两人愉快地一起吃晚餐,气氛暧昧甜蜜。 另一边一个伤痕累累的男孩,不小心看到了模范出租车的复仇广告,她边哭边记下号码,心中慢慢燃起复仇的小火苗。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,看见了欺负她的同学,掉头就走,又在妈妈开的水产摊边上,看见妈妈作为聋哑人受到了歧视,心里一阵难过。 看着手机上记下的电话号,郑郑心里复仇的火苗越来越大,伸手打通了电话。 老张那边收到任务后,让道琪听听郑郑的故事,校园暴力是非常常见的事情,郑郑是转学生。 在她转来的第一天,她的噩梦也就开始了。班上的那些同学经常动手抢钱,刚开始郑郑去告老师的时候,老师不仅不解决问题,还告诉她要退让,和那些同学混熟,郑郑不想和他们成为朋友,也没有办法和他们成为朋友。 那些同学利用郑郑制造交通事故,然后骗保赚钱,这样的做法显然已经触及了法律。 当郑郑去警察局举报的时候,依然没有得到帮助,反而那些同学更加变本加厉。 他们假装好心去郑郑家做客,看上去全是对郑郑的问候。 郑郑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在拿着妈妈威胁自己,为了妈妈她不得不屈服,更加不能因为自己让妈妈置身危险之中。 在第二天的学校暴力委员会的会议上,郑郑否认了骗保的事情,只称那是纯粹的意外。 这个虚假的结果是,老师和那些问题少年的家长非常乐意看到的,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。 更加讽刺的是,郑郑还被指责小题大做,她作为受害人没有人帮她,然后她去找警察帮忙,能有什么错? 没有找老师,直接去找警察了,郑郑一开始,倒是找老师了,她并没有得到帮助,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讽刺至极。 听完郑郑的故事,道琪给了她一个信封,称这是地狱回到人间的钥匙,然后就把她送到了一家游戏厅。 根据新闻里内容,郑郑找到那台神秘的游戏机,然后打开里面的复仇游戏,回想起自己曾经受到的屈辱,她选择了复仇。 就算真的下地狱,她也要带着那些欺负她的人一起,下地狱,高恩黑进学校的系统,看见了那几个问题少年的资料,他们的家长都是有钱有势的,还给学校捐了很多钱,明明他们做了很多坏事。 正常情况下,他们的简历绝对会十分精彩,如今干净的像一张白纸,再加点成绩,就可以成为一个个三好学生了。 显然他们背后还有老师包庇,老张决定,不会因为他们是孩子就可以原谅,不管是谁犯错都应该受到惩罚。 复仇行动开始了,还是那个改装后的超级帅气的座驾,到其开车离开了。 到其首先假装拿错餐给问题少年的班主任下了超级谢药,之后趁着班主任拉倒没精力的时候, 他又伪装成老师来到学校应聘,一翻面试之后,他成功应聘上了临时老师,成了正正他们班级的班主任, 并他比较头疼的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,他不太擅长这个,多多少少有些尴尬。 第一堂课上,到其不出意外地受到了那几个问题少年的刁难,点名不答应,大庭广众下矿课,公然挑衅老师,到其并没有表现出生气,而是装作呆呆的样子,没有计较。 下课后,几个同学给了道琪一个下马威,首先了跟班一下,直言是新老师做的,接着就抢了道琪的钱包,称这是赔偿,十分嚣张,道琪依然没有做出什么回击。 高恩查出,在问题少年每次闯祸后,都会找不同的人来冒充舅舅来稀释宁人,道琪脸上露出难以捉摸的笑容,决定从这个点开始突破。 晚上,问题少年来到酒吧,道琪也紧跟其后,发现这群未成年雇人帮忙买烟,每天寻欢乐。 这些做法让高恩不理解,他们心里为什么不会有负罪感? 道琪直接给出了答案,因为他们在闯祸之后受到惩罚,才会无法无天,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 很多时候,孩子们都会因为还是个孩子被原谅,导致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有多严重,没有因为自己犯的错受到惩罚,自然他们也不会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。 酒吧里,这是一个混黑道的胖子,找到他们几个,之间,阿泰立刻双手送上一笔钱。 真的是,恶人自有恶人魔,也正是因为,有胖子罩着,他才敢为所欲为。 转头,道琪在酒吧遇见了白姐,白姐对道琪的兴趣从来不掩饰,又提起了自己的条件。 道琪只是沉默不说话,等白姐说完就离开了。 老张办公室里,她在整理之前案子的资料,猪头,华子,崔姐都得到了报应,就生下大金了。 白天,娜娜收到了一堆资料,全是大金和猪头,他们来往的证据。 接着就把大金抓了起来,有了这些证据,大金无疑会坐牢,一切进展得这么顺利。 那么,猪头,华子,崔姐,他们三人又去哪了,为什么会下落不明? 娜娜,很是困惑,在学校帮忙复仇的道琪,很快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 首先,她在几个问题少年的手中,就下了一个正在被欺负的同学,激怒了这几个同学,他们也决心要和道琪作对到底,看看谁厉害。 晚上,几个问题少年坐在一起,计划,怎么赶走道琪,阿太直言,自己已经想好了。 第二天,问题少年准备找一位戴口罩的拾荒者老人帮忙买烟,没想到,这老人家直接就有烟麦。 他们几个立马买上烟高高兴兴地去学校了,准备狠狠地整一下道琪。 道琪正在办公室工作,一个学生告诉她,有人在图书馆找她,道琪不以为然,前去赴约,一个同学鬼鬼祟祟地往她包里塞了点东西。 另一边,阿太胁迫女同学,配合她整股道琪。 女同学不想和他们做这件事情,但是,阿太的名声在同学中已经传开了,女同学又不敢惹她,只好同意。 道琪来到图书馆找了一圈没有人,于是准备回办公室,只见女同学衣衫不整地走出图书馆大叫。 她哭哭啼啼指着道琪,路上的人自然会误认为是道琪,对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,还称道琪的包里有她的图片。 道琪开始还有些猛,但当看到人群中的阿太时,她明白了一切都是圈套,本来是要复仇的,却被反杀了。 镜头一转,老张找到了一个刚刚抢救过来的女人,静妈,她的女儿静静已经去世了,在生前被人玷污,因为加害者年纪小,就没有受到惩罚,她心里非常难过,所以想处处寻思。 老张立马开到静妈,像他们这种家人早早离世的人一定要带着家人的信念活下去,并且还要活得很好。 剩下的话,老张没有说出口,静妈却哭成了累人,道琪接下来会怎么解决自己的困境呢? 老张又会怎么帮助静妈,面对道琪,一次又一次的拒绝,白姐会怎么办? 咱们下集接着说,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订阅,咱们下期见。